到了現在 其實中國都沒有正式放棄這個動態清零 它沒有正式出來頭條的宣佈 它只是說不停在優化改變政策 但是我覺得現在最不好的一件事就是 中國一直都是相信科學 一直都是以人民性命為衣櫃 但是現在那些病情的數據是完全是不報出來 或者是嚴重失實的 就是當然它有說 我已經不報了 但是以我所知中國的意思是很闊很闊的 尤其是如果你疫情的數據不可靠 那麼西方人或者全世界 未來會不會覺得你的經濟數據都是不可靠的呢 我覺得我要的資訊想和大家分享的 是越廣泛的平台就越好 我是不收錢也都不收錢的 即是這個節目 如果你覺得有教育性的就更好 我一會兒 OK 大家好 現在是Part2 Part2又要講一下這個 中國的 治疫政策 一直以來我都覺得是非常成功的 但是不過呢 不幸呢我覺得是退疫 這一刻呢 就有些失了分 那麼 首先呢外國人對中國的治疫政策呢 一直都是很多誤會 和這個誤解的 故意或者無心呢是不重要的 反正呢就有嚴重的偏見 主要是有三方面 第一方面呢就是 就是經常在外國聽到呢 就是他們認為中國的疫苗是無效的 第二呢他們就 他們就 認為中國 在疫情之初呢就是隱瞞的 那就導致就是那個 病毒的擴散 那麼他全都賴中國了 第三呢 就是 所謂的清零政策 無論是 靜態還是動態呢 他們都覺得是瘋狂 以及不可持續的 那麼 那麼我在外國開會的時候呢 就經常要為中國就辯護的 那麼第一件事 我就要解釋這個 中國的疫苗呢 是用傳統的滅活技術呢 既安全 也都有效 對 尤其是對於防止這個重症和死亡 只要你打了三針或以上呢 其實 就是香港尤其是很多 因為有得選擇 那麼很多數據去作比較 那麼其實呢 是 跟這個mRNA呢 是一模一樣 這麼有效的 對於防重症和防死亡 但是呢 分別在哪裡呢 這個 就是 防感染呢 如果是針對 譬如說原本的病毒株的話呢 事實上 這個滅活技術呢 就是五五波的 但是呢 這個mRNA呢 號稱呢 就可以防到90%的感染的 那麼就 但是到了後來這個分別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 Ormicron 就是變異得這麼厲害了 就算這個mRNA 原本那種的疫苗呢 其實對於防這個感染呢 都是只有二十幾個巴仙有效的 這個 中國的滅活技術那些呢 就只有十幾個巴仙 所以分別不大的 但是當然現在 西方已經開始推出了這個bivalent 就是針對幾種變異病毒的 新的疫苗 終於 已經遲得很厲害了 那那些我想又會去回 90%或者很高的這個 防感染率 當然可能對於防傳傳播 可能都沒有nasal spray那些那麼好 那中國不幸呢 就是這個 nasal spray剛剛approved了 就是香港大學 帶頭去研究那種 但是我想還沒有大量推出 那麼 那個Omicron那種的滅活呢 又還是測試階段 還差一點點時間 一兩個月都沒有完成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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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要defend 就是中國的疫苗 其實是很有效的 尤其是防死亡和防充症 那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 我以前都 就是根據公開的訊息去看過了 你說中國 怎樣隱瞞隱瞞 其實 最初那時候 就是大家都沒見過這種病毒 最初發現了 以我看到 就是 重組回那個事情的發展 可能隱瞞了一兩天 三幾天最多 就是 以任何地方的標準呢 其實不算嚴重 I'm pretty sure 很多的突發性事件 在西方 隨時都會隱瞞 不止一兩天 三兩天 隱瞞得更久都不出奇 然後呢 中國是破紀錄這麼快的時間 去完成了這個基因排列 還有 公諸一世 就是登了上網的 那麼 到了那個point 大家 全世界科學家 都應該是 共同去 就是 研究 發展疫苗 或者是怎樣去治理這個新的coronavirus 那 所以其實我 就是要解釋 就是中國其實 相對起 任何的先例 不算是拖延 不算是隱瞞這件事 那 然後說 清零政策 其實 頭那兩年呢 是完全 是科學法 完全合理 是 也都因為 中國 之前是很積極 去做這個封城 在武漢 或者怎樣 是唯一一個國家 能夠做得到的效果 而做得到的話 呢 以當時來講 確是 經濟代價都算是 可能是最低的 人 果然死少很多 西方 因為一開始已經處理失當 它是沒有辦法做到那個清零 但是呢 而且初頭的時候 病毒呢 是毒性強很多 當時的CFR 一出來的時候 是1%至3%至4%以上 就是 如果你不去清零 會死很多人 也都 初頭那一年有多 當然是沒有這個疫苗 也都沒有這個 對付COVID的特效藥 那所以 能夠做得到的話 當時是合理的 但是 因為 病毒的變異 整個情況 疫情呢 都是動態的 那隨著那個病毒的 Mutation 和後來 都是極速 是研發成功了 很多的 不同技術的 這個疫苗和藥物 那所以 最科學 最好的自疫政策呢 其實理論上 應該是跟著來調整的 就是 而且 尤其是 大概一年前 大約一年前 出現了 Omicron的病毒株 毒性減弱 但是 這個 傳播性 R0 就上升 那 當時 好 應該大半年前 我自己已經是 作出一個 建議 一個觀察 這個可能就是 全世界 改變自疫 政策的一個 這個 是可以 有一個靈活性 在那裡 就算是中國 都是 因為它那個 毒性減弱了 那加上 有疫苗 又有藥物呢 其實所以事實上 那個 CFR 那個病死率呢 就由 之前說的 1-3-4% 減到 跌到 0.1% 那 仍然 就是 稍為高 過感冒的 尤其不是一個 fair comparison 因為 打流感針的人 的比例 是遠遠低過 已經打了 COVID 疫苗的人 但是 那個死亡率大跌 那 所以 那個自疫政策 其實需要 當時 是應該改變的 但是 就是當時的中國 仍然是堅持 只有 動態清零 才是最好的方法 直到 10月底 20大 開會之前 的一個星期 《人民日報》仍然是 一連三天 就是這個 頭版的故事 解釋 為什麼 動態清零 是唯一的正確做法 那 為什麼中國不改變 我 就是 現在有一點 都不是賽後的 總之是要分析一下 為什麼 它不改 那我想 其實 《夫子獄出》最重要的一件事 都是二十大 年初 中國已經宣布了 今年的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二十大 那 自疫政策 其實真的可大可小 如果你提早放鬆 無可避免 需要一個 就是頗為嚴重的 exit wave 死亡人數 少者幾十萬 多者可以是二百萬或者以上 那 所以從一個政治的考量 那 維持動態清零 是最保守 和最穩陣的一個政策 那 但是 隨著這個 Omicron 它 它的 都越變越 是一個傳播性高 但是死亡率 沒有什麼明顯改變 那 所以 就是 封鎖 和測試的 等等政策 就越來越 嚴厲 越來越 就是測得密些 或者封得更 死些 那 所以就是說 你要付出的經濟 和社會代價 也都是越來越飆升 那 這個 這個就是第一件事 那 第二件事就是 中國自疫 越成功 對比西方的失敗 就反而 逐漸成為了 對於中國的一種壓力 和負擔 再加上 就是這個政府 是需要說服人民 動態清零的正確性 就是為什麼要維持下去 那所以呢 就 必須是將 就是這個 西方任何 不是清零的政策 就是 都要抹黑為 就是毫無人聲 就是非常之差的 所謂躺平政策 那在中國的language 一講說任何東西躺平 就是最差的了 那當然 中國就是愛惜人民生命 就永遠不會躺平的了 那再加上呢 後來有些半科學 半迷信的方法呢 就將那個病毒 再加上妖魔化 那就 說這個Omicron 是絕非大號流感 這樣 那 which is true 如果你超過80歲的長者 其實死亡率 仍然是很高的 但是似乎很binding 就是如果你是年輕健康的話 死亡率 其實是類似流感 是頗為低的 然後呢 有一段時間 中國就 就是強調這個covid的 long covid 的後遺症 是非常之嚴重 就是講到很誇張的 那些又覺得是誇大了 然後呢 他們就說 病毒不停變異 隨時毒性又會再加強 所以都不適宜改變 那個清零政策 那這個是有可能的 就是mutation is random 但是我一早就 當我幸運也好 估到就是Omicron 因為它那個 傳播性這麼高 很難有一個新的new variant 去取締它的 那within這個Omicron的病毒株呢 它的subvariant 似乎就是那個死亡率 就是維持到差不多的 是遠遠低於原本的病毒株 或者後來的alpha Delta那些 這個這樣的論述 就是說 任何非清零的政策 都是躺平 是非常之差的 沒有人性的 其實這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困死了自己的未來政策 那因為你說到這麼死 那你一改變的時候 那很難致遠其說 那所以呢 到現在呢 其實中國都沒有正式放棄這個動態清零 它沒有正式出來頭條這樣宣佈 它只是說不停在優化著 改變這個政策 那然後呢 到現在呢 我認為都沒有一個非常清晰的 推譯路線圖和時間表 例如你看新加坡或者某些其他國家 它一早就告訴你 我們可能打針到多少 可能等到病毒 那第三樣東西 那第三樣東西 我覺得是有原因 為什麼中國的自育政策不改變呢 就是因為 它就算現在也好 尤其是大半年之前 它是醫學上面還沒有準備好的 我一直都建議是要強迫打針的 但是中國始終就反而沒有做這個 大部分資源呢 就放了在執行動態清零和測試 那所以那個谷針呢 就是不夠的 整體接種率就不錯 92% 但是年過80歲的長者呢 打兩針的呢 大概只得3分之2 三針呢 似乎得40% 那仍然遠遠不足的 還有 因為中國不用西方的mRNA 就因為那些就是對於防感染有效一點 就一直自己在研究中 但是還沒有成功 那還有自己Omricon的那個疫苗呢 它比較小心是好一點的 它還在測試中 那還有2、3月就會完成的了 那但是就是沒有這個Omricon的疫苗 你又沒有推出一輪booster shot 那如果你太早開放 又是會死多些人 基本上就是 那就是另外似乎 這個特效藥啊 退消藥啊 擴充這個ICU等等 就是我想全世界都沒有人做到 完全足夠的 但是中國似乎都不是做得很足夠 所以這個也是 不可以再早些開放的一個原因之一 那我原本的計算呢 就是中國呢 是3月左右呢 開始會移動一輪Omricon的針 因為應該就研究完成了 那然後呢 打又要半年了 9月才打到全中國90%以上的人 尤其是長者80歲以上那些 那所以呢 我原本的計算呢 就是明年3月之後呢 它就開始慢慢放鬆 但是真正開放 尤其是對外呢 外國呢 可能要到2024年這樣才行 那現在看似呢 就是會快了一年了 那現在就是11月開始呢 就已經是放鬆了某些措施了 那然後呢 現在有傳聞說明年1月就會是0加3 這樣內地 進去內地 那0加3當然都不是0 那就是我想快者明年3、4月 可能就大致上是沒有什麼friction 進去內地 那就是比原先那個 是會快了9個月 我的預測 或者是一年那樣 到底它那個高質量的開放 會不會那個 就是數目會不會反彈得很快呢 那就不知道了 因為香港其實就算現在0加0 那個反彈 外國來香港的visit 不是很明顯的 我飛回來的時候 班機滿的 但是基本上沒有西日 全部是華人在美國回來 過節嘛 放假或者什麼 Anyway 那現在就加速了開放 那原因呢 那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因為那個Omicron 越來越難控制 那跟著二十大開完會 那你要付出那個經濟代價 越來越高 那然後呢 它一調整了之後呢 就導致某些inevitable的混亂 那有一點點的示威 在全國 那就導致那個政策就 急速改變了 那麼快到呢 那個論述都不會改變 就是都不知道怎麼解釋 為什麼會 之前講的那些做法 認為不對的呢 現在好像突然 就是做了 就是我不想叫中國 是躺平的 當然它不是躺平的 但是就是 官方的說法一定不是的 但是不過 就是事實上是 就是都 都不可以解釋 現在的政策是怎麼樣 因此是沒有一個清晰的 communication 告訴人民或者那個 local government 是怎樣去處理這件事情 無論如何 有些混亂呢 我覺得是完全inevitable 是預了的 一個exit wave 一定會有的 但是我覺得 現在是最不好的一件事呢 就是 中國是一直都是相信科學 一直都是 以人民性命為衣櫃 但是現在那些病情的數據 是完全是 是不報出來 或者是 嚴重失實的 就是當然它有說 症狀性的 我已經不報了 但是 以我所知 中國症狀性的 定義是很闊很闊的 就是 就是 差不多是 未到肺炎 就已經說你是沒有症狀了 還有死亡的定義 就更加是strict 今天WTO有留言 就不是直接 因為肺炎 或者是 呼吸衰竭者 就不算在內 所以呢 就是神奇地 就是 Anecdotally 全部人都知道 現在北京的疫情 就是非常嚴重 它的保定病毒株 又頗為毒一些的 南方又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這些都是民間的傳說 官方數據呢 是由最高峰 我記得是三萬多宗 是跌跌跌跌跌到去 一萬多宗 然後再改變那個 這個報道的方法 就跌到去二千宗 現在不止三千宗 那死亡就近乎是沒有的 就是 我後面的圖就是 就是 就是 近 整個疫情 由頭到尾的 這個死亡 在中國 最近那裡 根本是近乎看不到的 就是 就是 這個浪 是報出來 可能死了十個八個 那這個就是近乎沒有可能的 你中國 這麼大 你甚至少少香港 一個城市 現在一天 昨天好像北京都有五十人死亡 確診又 不知道一萬五千 還是多少 那一來 香港也是中國的部分 那你那個報道的標準 完全不同的 那所以有些人說 中國到底有多少人死 你只可以 之後很久 看回那個 那些人死亡 但是其實 最大的問題 你的數字 這麼 不準確 是 有 兩方面 第一樣 就是 人民不知所措 那人民會 傳的 那些消息可能是真 可能是假的 那導致很多恐慌 可能就會更加 團職堆期的那些藥物 食物 或者導致他不敢出街 就是各樣的恐慌情況 因為他沒有準確的可靠的消息的數據 那 那 就算你去美國前 我已經聽到 哦 北京清華大學 有很多老教授 退休的死了 在群裡傳 那接著 最近我見到 那些 就說 哦 差不多一半人中了 在上海 深圳 廣州 北京 那有些又說 就是 絕對可能是真 就是說 那些醫院爆了 那些 那些 就算是停屍間 都就是 就是 屍體 踏滿了 不夠偽裝 那這些香港 紐約 和倫敦 全部都見過了 那但是實際數據 現在中國是 是 基本上是沒有報道出來的 那沒有報道 那會引致這個恐慌 或者 令到人民 不知道 還是反過來 可能他不會害怕 那可能他就會導致他 做出一些 稍為危險的事情 那還有 第二件事 最重要的就是 令到 好像我一直想 就是 為中國 解釋清楚 他們的自業政策的人 更加尷尬 更加 傷害中國的 信心 的公信力 無論在 人民眼中 或者在外國眼中 因為你的數據 如果不可靠的話 那別人為什麼 要相信你 之前 其他的說法 就是關於 譬如說 美國都想抹黑你 是你 製造出來 或者是 意外 或者故意留出來的 那如果你現在的數據 不可靠 那其他的解釋 都是假的 你是一直在隱瞞著的 或者好像我說 你的疫苗 根本是沒有效的 尤其是 如果你疫情的數據 不可靠 那西方人 或者全世界 未來會不會覺得 你的經濟數據 都是不可靠的呢 你的GDP 你的unemployment 你的銀行的balance sheet 你的bad debt 全部的數據 那會不會都是通脹等等 會不會覺得你都是 可靠性是低了呢 那所以我覺得 就是致疫 整體是很成功的 我仍然相信 雖然現在沒有數據 我想死亡人數呢 一定遠遠低於美國 不用說的 不只說proportional to population size 那就算是那個總人數 我絕對希望中國 是死少過50萬人 我以前都做過我的projection 我說怎樣怎樣你 你拘捕 你強迫聲 你預備好Omicron的針 我認為死得最少 可以只有十幾二十萬的 我覺得死少過50萬 絕對有可能做得到的 但是你都說出來才行的 但是外國人當然是想衰 你不說出來 他就說你死幾百萬 二百萬 四百萬 更多於美國 這個proportional 他都可以這樣說的 但是你有什麼證據 不是這樣 我覺得所以真實的數據 是一個開始 你不可以說 太過壓住這些數目 或者你用一些很特別的標準去報道 暫時講到這裡 我覺得中國自疫很成功 不過退疫就失分 那就令到政策的公信力就減低了 which is somewhat unfortunate 好 多謝大家